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呢 剩下十分 热浪来袭 这会儿来上一锅鲜 复平我们的胃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起先 有一种美味不容错过 那便是笋 笋 我们常听到的有春笋和冬笋 光听名字便可知 这是一种季节限定的美味 可我们听说 有一种笋 是夏日正当季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笋呢 带着疑问 我们去往广东陆丰溯源 夏日为何会有笋 刨图数数 又是在干嘛 根据地址 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片竹林 此时竹子郁郁匆匆 竹林密布 看起来生意昂然 可这个季节真的有损吗 我们走进竹林 眼前的一幕让人惊喜 竹林深处 一颗颗个头很大的笋 冒土而出 外表翠绿 这会是我们要找的竹笋吗 我们发现 林子里仿佛有人影晃动 随之见到的 便是忙着挖笋的工作人员们 竹林里十分热闹 我们也找来挖笋工具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下 竹笋收获剂的喜悦 好多很大的 这个能挖吗 这个不能挖 太长了 没肉 里面是空心的 要找小的是吗 对对对 那这种呢 这种也不行 太小了 根本就没肉 挖不了 笋 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便给挖笋人敲响了警钟 挖笋的时机极为重要 刚刚冒出来的笋 个头太小 还没长成 但长成之后 徐立即采挖 即使多长一天 它们都可能变得细长 吃起来也会少了脆嫩的口感 那到底什么样的笋 才是个头合适 且口感脆嫩的笋呢 你看这个笋呢 它横前面大概是15到20左右 然后它的高度也是18到20左右 这个就符合了 这就是挖笋的工具是吗 对对 工具刀 如果说它是一个砍刀 对 这是薄的呢 对 我可以这么给它劈下来 这劈不了 但是要是锄头的话 我可以给它刨 对 这个 这个有技巧 这是刨土的吗 对 这个有技巧 是要从竹叶长出来 这么底下再一点点 你看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底下是它的根部 然后我们布三级根部 这会儿工作人员们挖笋的速度极快 而一旁的我们却有些不同 我以为那个笋啊 它是脆脆的那种 我这么一碰它就掉了 对 它有这个壳保护足了 但是它很硬 这真的 太不容易了 对 废了半天劲 终于挖出了我今天的第一颗笋 对 不得不说这个笋的个头真的很大 对 你看 这个笋有多重啊 对 这个笋大概是13斤左右 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天笋 您听这个声音 就是那种碰碰碰的那种 对 它就证明里面全部都是实心的 就像这样的笋挖起来呢 里面的汁水比较充足 而且呢另外一个它比较脆 而且嫩度也够 可按照我们这个挖笋的速度 确实有点慢了 而且挖的数量也很少 很可能错过笋的最佳采发时期 让一些本该脆嫩的笋 在地里长老了 吃起来也就不脆了 那它们挖笋又是怎么做到 又好又快的呢 挖笋就三刀 左边一刀 右边一刀 中间再一刀 哇 这样一个笋就这么挖下来了 对 很前面也漂亮 看您现在挖这个笋 跟我刚刚挖的不一样 我刚刚挖的空空挖挖的 凹凸的 挖的整个 很前面都是平的 而且刚刚我挖的那个笋 它有好多泥 对 但这个就很干净 对 就成了一小片 对 它这个就比较标准的一个挖法 新鲜采挖的笋 皮轻肉白 轻轻一掐 便已经看到汁水 可令我们疑惑的是 这个季节 为什么还有笋呢 咱们这个笋 从清明前后 到九月底 能吃六个月 比其他笋子生产期间的比较 陈大哥的这个说法 反而让我们更懵了 笋这种美食 本来就是季节性很强的 怎么这儿的 能吃这么久呢 或者你数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竹林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不一样 数数 对 数数 对 对 不对 不对 不是这么熟吗 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就是咱们这个林子里的 这个竹子 好像是应该这么熟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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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对 它种的是有什么规律吗 对对对 一个小堆 我们就两根竹子 由一个公竹跟一个母竹来构成的 笋就从这个公竹跟母竹的中间或者旁边生出来 竹子竟然分公母 这种奇怪的说法 我们还是同一次听说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说法 这个就是公竹 这是公竹 对 它比较瘦 我们称之为公竹 这个比较 比这个竹子稍微胖一点 我们称之为母竹 通过我们的自己的试验 如果是四五颗的话 它会相互影响它自己的营养成分 导致这个笋子不够大 另外一个支水还少 两个的话 首先第一个 在季节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吃上它的笋子 另外一个它的笋可以很大 把每一堆竹子的数量控制在两颗 既能让竹子充分吸收土地的养分 长出更多高质量的笋 也延长了笋的生长周期 科宸大哥明明说 一个土堆只种两颗竹子 但我们刚才输的时候 还有一些却是三颗 这又是咋回事呢 我们的笋子好不好吃 就看它的竹子健不健康 你看这个竹子首先跟它其他的颜色就不一样 我们好的竹子都是呈现青色的 对吧 这个感觉这边有点发黄了 对 发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替换掉 这里的竹子 无论叶片大小还是排列方法 确实和我们以往见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这种竹子啊 竹叶特别大 特别冒 更好的吸收阳光 种的吸收呢 我们是得到的透光性 跟它透风性比较好 延长它的生长周期 放眼望去 竹林里的竹子 看起来虽然没那么密了 但笋的数量不减反增 价值当地气候温热 是以笋的生长 这也成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 吃到笋的重要原因 在当地 吃笋有着以后日子节节高的好意图 而说起笋的美味 第一代便少不了竹笋包 这道菜家家必做 但各家取材不同 成型后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 将虾焯水后捞出 去壳 只留虾仁 放入油锅中煸炒 直至红油熬出 此时虾香四溢 将猪肉切成小块 另起一锅 放入竹笋包的主角 笋丝 将其和猪肉炖煮 带到沸腾之时 将满是红油的虾仁倒入 白糖瞬间提亮 笋鲜肉香与海鲜的香融为一体 这样一锅鲜 着实让人欲罢不能 提起鲜 还有一种食材不容错过 那便是鲜木耳 新鲜木耳 含有一种捕鲤类光感成分 食用容易使人过敏 但这种成分 在经过阳光曝晒后 则会大部分分解 所以我们一般使用的 都是晾晒过后的干木耳 但有一种木耳 却可以鲜食 这是咋回事呢 新鲜售卖 还能放心吃的背后 到底藏着啥秘密呢 我们出发 去往陕西省 商洛市镇安县夙园 木耳鲜食 秘诀经藏在半空中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了当地一片 卖是大棚的木耳种植基地 这会儿正值当地木耳 收获的季节 一个个菌包上 长满了有黑发亮的木耳 十分新鲜 棚内的工人们 正在忙碌地采收着木耳 这里的木耳 真的会有不同吗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找到了基地的负责人 于之超 它现在就是木耳最好的 就是这种 你看它的背面 是这种瓦灰色 然后它的正面 是那种很黑的颜色 你看这个其实很像耳朵 你先拿手感觉一下吧 特别厚 真的 就很厚实 感觉 对 我给你打开 你看它里面的胶质 你看 打开撕开 它里面的胶质 感觉在望处躺 感觉有点拉丝 那个感觉 黏黏的 这些颜色诱人 胶质饱满的木耳 是我们要找的鲜木耳吗 这个不是 直接吃的 我还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 这个不是 这些颜色有黑 肉片厚实 长是极好的木耳 怎么就不能鲜尸呢 那些可以鲜尸的木耳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在于大姐的带领下 我们再次出发 来到了一片 长满木耳的架子前 一眼望去 这里跟刚才的基地 也没什么区别呀 还是一个个菌包上 长满了黑黑的木耳 不禁让我们怀疑 这里的木耳 真的能鲜尸吗 这就是我们直接可以 鲜尸的木耳 仔细观察半天 我们还是觉得 这些木耳 无论外观还是长势 都和刚才的木耳 没啥区别 那为什么这里的木耳 就能鲜尸呢 其实晒木耳 在我们的工作量当中来说 很大很大的 毕竟很费人工的 每次晾晒木耳的时候 也是在和天气 再做一场博弈 如果赶上连续阴雨 这些辛苦采收的木耳 就很可能发霉变质 无法使用 直接买鲜木耳 不仅省去了晾晒成本 收益也更高 但是这鲜木耳 和用干木耳泡发的木耳 究竟有什么区别 木耳可以先吃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采摘下来的鲜木耳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泡发的木耳 你先自己感觉一下 它有什么不一样 你先闻一下它的味道 感觉这个刚采下来的这个木耳 它这个郡香味更浓 再次对比后我们发现 泡发的木耳会稍微硬一些 而新鲜采摘的木耳弹性更足 这个里面含的胶质 就是这个鲜的 它里面含的胶质 就是那种 你打开以后它望出躺那种 但这个含的胶质也有 但是它是泡发出来的 它就没办法达到鲜的那种 可令我们不解的是 都是木耳 为什么只有这块区域的木耳 可以先吃呢 在我手里的这个 是可以先吃的木耳 对 然后在这边的这个 是不可以先吃的木耳 就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木耳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经过仔细对比 我们发现 编导手中的这个 可以先吃的木耳 它的颜色略深一些 难道说 这些木耳可以先吃 就是因为 它的颜色略深吗 木耳颜色越深 它先吃的可能性会更大 造成木耳颜色不同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请余大姐 分别找来这两种 木耳的菌包 进行现场对比 刚刚我看 我发现这个菌包 它外面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那这个里面 是它们不一样吗 它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它这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它里面就是墨蟹 豆粕 腹皮 就是它的一些辅料 它的配比配料都是一样的 那是说这个木耳 它这个 就长木耳的这个菌丝不一样 就是它的品种不一样吗 品种也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余大姐的这个回答 反而让我们更加困惑 既然品种相同 又种在同样的菌包上 为什么两种木耳的颜色 会有差别呢 木耳鲜实的秘密 究竟藏在哪里 编导再次来到 这些木耳架前 寻找答案 这个架子竟然是可以 这么着360度旋转的 不光是架子 看这个菌包 它也是可以这样旋转的 这有点奇怪 难道说这个木耳 可以鲜实是跟这个 有点不一样的架子 有关系吗 一般来讲 木耳的菌包 都拿绳子悬挂成长串 或直接摆在地上 而如此奇怪的放置方式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架子 究竟是用来干嘛的呢 镇安当地 平整的土地比较稀缺 为了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 于大姐多次尝试 做出了这种既不受地形限制 又能摆放更多菌包的塔架 可于大姐说 木耳鲜实 虽说和这个塔架有一定关系 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秘密究竟藏在哪里呢 你发现没有 刚才我们看的 不能鲜实的 它是大棚里长的 现在我们这个 是我们塔架上长的 大棚里它上面有一层膜 你别小看那一层膨膜 木耳能不能鲜实 它起了直接的 决定性的原因 一层薄薄的塑料薄膜 为什么能够成为 木耳能否鲜实的关键 木耳生长是干干实实的 它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要晒几天 让太阳暴晒几天再浇水 长一段时间 让太阳暴晒几天再浇水 有一层膨膜的话 它就阻挡阳光对它的直射 木耳在品种相同的情况下 经过阳光的暴晒越充足 它的颜色也就越深 这也是最初我们发现 这两种木耳颜色不同的重要原因 可为什么阳光暴晒 成了木耳可以鲜实的决定性因素呢 我们电话采访了吉林农业大学 石药用俊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 李长田教授 在自然界当中 很多的体物 它会产生土林 土林在光下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战略的过程 光越强的话 土林的可能越低 鲜木耳中 还有土林类光干成分 确实是很多消费者 不敢鲜实的重要原因 塔加木耳在生长过程中 长期经历阳光的暴晒 石泽是将最后晾晒干木耳 这个步骤 在生长过程中提前完成 降低了鲜菱的含量 那有些消费者 因为使用鲜木耳 产生了过敏反应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土林就像标林一样 在这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 过多的由于土林的含量 而引起所谓的食物动作 我们以前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 这是我们的这个 普林含量的够力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又该如何 安全放心地使用鲜木耳呢 加热的情况下 它可以破坏 普林的这种普林环 而使它不至于光明的毒性 当然了 这个现实以后 我们需要避光 这样的这种处理的话 也是对人类的一种保护 购买鲜木耳后 我们可以先用开水 超烫一下再食用 在品尝木耳鲜美味道的同时 也更加安全 除了食材的鲜 味道的鲜 也是一种享受 枣庄辣子鸡 作为山东的地方特色菜 一改一往咸鲜的风格 凭借香辣的口感 另类出道 辣子鸡鲜嫩嫩多汁 又有嚼劲的秘诀 究竟是啥 为了探寻其中的秘密 我们从北京出发 去往山东省枣庄市 一探究竟 辣子鸡的辣椒比鸡贵 背后藏着啥门道 枣庄位于山东省南部 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的美丽城市 来到这儿 我们惊奇地发现 当地的餐桌上 几乎每一道菜都少不了辣椒 饮食风格 以咸香为主的山东省 怎么还有这么一座 如此爱吃辣的城市呢 古时早庄处于金航大云河的重要地段 全国各地的客商都汇聚在此 多元的饮食文化也造就了当地人吃辣的喜好 素有奇鲁辣城之称 很多外地游客来此 也必须要吃上一盘辣子鸡才称得上旅途圆满 但这座辣子鸡像要麻辣鲜香 不仅得有鸡 还要得有一种灵魂食材 辣子鸡 鸡非常重要 除了鸡以外还有一样东西 是辣子鸡的灵魂 没想到辣子鸡的灵魂不是鸡 而是当地人口中的另一道食材 据说它贵的时候比肉的价格都高 这地位已经超越鸡肉的食材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在此出发 前往下一个溯源地 一进大棚 眼前挂满了绿油油的辣椒 但这辣椒不就是辣子鸡中的一个配料吗 怎么还成了辣子鸡的灵魂呢 辣子鸡 辣子鸡 真正能体现我们本土早庄辣子鸡特色的 要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是在我们的辣椒里 各地有名的辣椒不少 比如小米椒 朝天椒 二斤条等等 可这片田里的青辣椒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而且就辣度而言 这些青辣椒应该也比不上那些红彤彤的小辣椒 它们真能担得起辣子鸡的灵魂吗 您可不要小看它是青辣椒 您可以尝一下 直接在辣椒棚里吃辣椒我还没吃过 我呢 其实是一个资深的吃辣选手 但是咬到后面就发现 好辣 看来我们着实小瞧了这个青辣椒的实力 跟普通青辣椒比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你看看这个辣椒 这是我们已经成熟的辣椒 这种辣椒呢 你看它的表面有很多的皱折 它的皮非常的薄 这种长得皱皱巴巴的辣椒叫做一窝蜂 是辣子鸡的必备食材 一个个绿油油的小辣椒 靠它诱人的外表吸引着来客 可就这一个小小的辣椒 真的会比鸡肉还贵吗 这种辣椒的需求量非常非常大 在冬季的时候都是在南方种植 是供不应求的 辣椒最贵的时候可以达到30块钱一斤 鸡在那个时间也就是十几块钱到20块钱一斤 辣椒可不比鸡要贵得多 灵魂的食材必不可少 但想要吃上一口地道的麻辣鲜香 辣子鸡的烹饪更为关键 这会儿便需要有20多年炒辣子鸡经验的郑大哥出马了 柴火 土灶 大铁锅 这不就是做菜还要献起灶吗 越来越接地气的场面 让我们有点担心 做辣子鸡究竟有啥标准 辣子鸡是怎么做到鲜嫩多汁又有嚼劲的呢 辣子鸡要想炒得好吃 这火也是主要的 这个火更加的更加的匀死 炒出来才香 这种土灶炒制是当地最为传统的辣子鸡炒制方式 木柴高高燃起的火焰 让直径约一米的大锅快速受热 瞬间热其自意 这个地锅炒鸡 这个烧火非常重要 现在就得火大 现在就得让它大大的火 把这个鸡充分加热 高温炒制 促使鸡肉迅速变色 将鸡肉鲜香完美释放 在这个过程中 把控火候 凭借的是烹饪者的经验 如果火候掌握不好 鸡肉将会失去鲜嫩多汁 又有嚼劲的口感 而想要做出一份地道的辣子鸡 这才只是个开始 做辣子鸡必须用三斤左右的本地鸡 一只鸡做成80到88块 每一块三厘米左右的大小 辣椒要切出滚刀状 带到鸡肉炒熟 加入青辣椒翻炒均匀 方可出锅 从放油到出锅 必须把控在30分钟以内 郑大哥强调 一份辣子鸡 辣椒的量 要把控在8两左右 无论是剁鸡还是放辣椒 都得严格按照标准来 整个烹饪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没达到要求 都不能称其为一道 合格地早装辣子鸡 人间烟火器 最俯烦人心 在夏日里 这不同的鲜 令人垂涎 不光成就了各地 不同的地道味 也让我们的餐桌 更加丰富多彩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宽中餐 追根素颜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